第九節課 哈囉大家好 我是徐韋寧 我在第九節課裡面飾演的是陳夢瑩 上課不能使用手機 當時在前期開始聊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魔女的條件 因為以前我們自己都很喜歡看這樣子的故事 然後覺得如果今天是我的話 可以詮釋出什麼樣不一樣的火花 當成夢云是老師 從老師一個就是上課教導學生 然後下課之後碰到自己的好朋友 又要變成很自己的狀態 你又碰到了大為主任的追求 然後同時之間你又發現自己喜歡你的學生 有好感 他的那個情緒轉換跟角色的角度 還有他這個時候必須是什麼樣子 他很像是你知道千面女郎 他就是一直在不停地換他的應對進退的面具 所以有的時候這些轉換我覺得是蠻挑戰的地方 對於翔翔來講 孟雲讓翔翔抓不到他到底會 怎麼回應 或是怎麼出招 或是他在想什麼 那個東西吸引了張影響 我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都有一種你知道在看小說 就是它有很多翻轉 所以我也覺得這是吸引我 我跟我覺得好玩的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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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節課是一個可以滿足你所有想像的影集 所以一定要準時收看喔